西藏面积约有122.84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350多万 是仅次于新疆全国陆地面积排名第二的省机行政区 说到西藏的湖泊 最有名的木柜纳姆错户、杨湖以及班公湖 当然也包括刚人波齐峰脚下的马庞永错户以及浪错户 由于青藏高原是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特殊地带 所以常年积蓄的山峰也是遍布高原上大部分地区 而且这些高大的雪山也成为了众多河流以及湖泊形成的原始条件 西藏地区主要有喜马拉雅山、钢底斯山、卡拉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及横断山 其中以钢底斯山脉为界大致分出了内流区与外流区 而在广阔的藏北无人区则包括了海拔5000米以上的枪塘高原 以及内部约20万平方公里的枪塘盆地 卫星图上看到的这些星罗旗部的蓝色斑点 就是盆地内无法流出的冰雪溶水 常年累计形成的内陆湖泊 枪塘高原是我国最大的内流区 湖泊总面积约有超过2.5万平方公里 是全国湖泊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据统计这里有近500个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湖泊 以及300多个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的湖泊 其中面积较大的有纳木措、瑟林措、扎日南木措等一些其他小型湖泊 纳木措湖可以说是西藏地区知名度最高的湖泊之一 位于念青唐古拉山埋北侧 是一个东西长约70公里 南北宽约30公里 面积达2015平方公里的高原咸水湖 纳木措湖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 也是西藏第二大湖泊 我国第三大咸水湖 不过纳木措的水源补给并非靠附近雪山上的冰川溶水 而是有超过60%的补给来自于大气降水 冰川补给近占约10%左右 在大约十几年前 纳木措湖还是西藏第一大湖泊 后来随着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暖的影响 在纳木措西北约120公里的瑟林措湖 逐渐由原来的1000多平方公里 增加到近几年的2391平方公里 一跃成为西藏第一大湖泊 瑟林措湖湖面海拔约为4530米 处在钢底斯山脉北陆地区 是整个西藏地区最大的内陆水系 其中西藏最长的内陆和扎甲藏布 与陀陀河同源 均发自于唐古拉山脉主峰 各拉丹东峰 不过湖水不断的增多也并非是一件好事 除了淹没更多的牧场之外 更大的问题是雪山冰川的大面积融化 虽然在西藏地区有众多的湖泊群 然而大部分却都是无法饮用的鲜水湖 再加上降雨稀少干燥风大 以及时常断流的积极性短小河流 因此土地沙化严谨化的程度也在日益增加 去过西藏旅行的人 应该都能看到光秃的高山 以及茫茫的戈壁和荒漠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